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做完手術之後去台東一個民宿 因為它都一棟一棟的嘛 因為剛做完手術 那是第一次大手術之後 我會想說 那就去游山玩水 什麼都不要管了 去呼吸新鮮空氣 然後就在台東 一棟就是整棟你都包啦 全部都給你啦 那我們那次要訂的是 有兩棟連在一起 那進去的時候我只覺得說 哎呦 陰陰的 真是天氣又不是很好 然後呢進去的時候 一直聽到卡卡卡卡卡卡 就是風吹那個門 卡卡卡卡卡卡卡的聲音 那個頻率其實會讓人家焦躁 然後卡卡卡 然後呢隔壁又一直在吵架 就覺得哎呦 真的是倒楣 又會卡卡又吵架 又吵架 夫妻一直在吵架 然後呢好吧 既然來了 我就全部門全部都鎖住 也不想出去游泳 都不想走出去 就在裡面安靜 看電視聽音樂都好 一直到晚上 大概快11點的時候 欸 跳電 而且他也不是馬上跳 是那邊沒電 沒電 就是一步區一區一區的 沒電到 整個都沒電了 然後想哎呦完了 那時候我跟我老公 那時候小孩還小 想說不行這麼黑啊這麼黑 那我們要摸黑出去 不然就是打電話 打電話又都沒有人接 再摸黑大部分都會這樣 你都會這樣摸嘛 這樣摸牆壁出去 摸牆壁摸牆壁去找門 在摸牆壁找門的時候呢 奇怪 就有一個人 哈哈哈哈 不要嚇人 是我關 是我關 對 你會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 都不是看到是摸到 會不會摸到隔壁的啊 這個等一下我跟你講 不是妳老公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老公很高 他180 那我那麼矮 這樣是摸到 是這樣的高度 就是摸到 就是 奇怪我再次確認 是眼睛是鼻子喔 然後在門旁邊 然後我不能講 因為講了所有人都那個喊 嚇死了 我用門開了之後 就趕快衝出去 衝到那個他們的那個 拉比有服務員 可是妳老公還在裡面耶 沒有 我們一起衝 我說趕快 趕快 我們用跑的啊 那通常 因為他知道我 他通常也不會問太多啦 然後就跑 跑到拉比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跳電了 怎麼會跳電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就說怎麼會呢 跟著我們去巡的時候 我還講說 欸 隔壁是不是也跳 就是如果一起的話就是 可能是整個總店員嘛 然後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隔壁沒有租出去 就是沒有人 嘿 然後我想 只有妳那一間跳電 對 就隔壁是空的 而且隔壁也沒人 沒人 重點是不是 是空的 是空的 然後我就想 好可怕 原來我整個下午 只有我一個人一直聽到 就是一吵 一吵 一個夫妻一直吵 一吵 然後我想說 哎呦 那這一間真的應該是有問題 等一下再來問 這是不是之前有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去找店表 那個整個大店表在游泳池的旁邊 游泳池旁邊他走出 因為我都沒有開門出去游泳池 他在開門的時候呢 在店表打開的時候 我想原來一直咔咔咔咔咔咔的聲音 是一個小男孩在泳池那邊這樣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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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出不來 在泳池那邊 我就說 對 他很冷 我說 你們這邊是不是之前是浴室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小孩子怎麼樣 出什麼意外 然後他就說之前是火災 一對夫妻吵架 一個小孩 就他們三個 這火災曾經燒掉他們三個人這樣子 我說啊 怎麼都沒有講 他說一般我們也不會 就是不會主動跟人家講 人家就不會租啦 對 這是那第一次 然後其實之後我常常遇到 我都想把他們拍下來 所以那個吵架那一對夫妻 就是隔壁沒有人住 其實吵架就那一對夫妻 其實在我們裡面吵 一直吵 然後小孩還在 他就是浴室 然後在洗澡 燒掉的時候他還在浴室 就是被溺在那個水池 那為什麼那個小孩 會這樣咔咔咔咔咔咔 因為他很冷 他出不來 對 還泡在水裡面 洗澡洗到一半或什麼 對 他一直出不來 因為人在過世那一刹那的意識很重 意識就對了 對 他不知道他死了 我聽說說人他不知道 或者恐懼 那個靈體那個意識 他就掉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要善終 要好好走 死的時候不要太驚慌 太突然 他太害怕 都不要 都會留在那個情緒裡面 就困住了 出不來 那你摸到那個是男生的臉還是女生 因為身高跟我差不多 就是他非常的憤怒 還在那邊跟他老公吵架 他也沒有走 他還是很氣 對啊 就還留在當時的情緒 可是你還可以再次確定 那是眼睛嗎 對啊 因為我想一朵一朵 還是什麼 對 突然摸到的你一個感覺是人 真的 你知道他是人 可是你真的想 他真的是人嗎 你真的確定 請問你很大膽 你怎麼摸到 對 這是陣頭肉的反應吧 因為我常常看到他跑來跑去的 就比較知道了 就不要 其實他們也很怕你 我總覺得 對不對 他們也很怕你 像我有時候來攝影棚 他們有時候很怕你 他趕快躲 對啊 有時候你陽氣 陽氣比較順 真的 很像 真的 真的跟他們拱到拱米 就躲起來了 不會 這個棚不會 他們會躲起來 我有時候去那個棚 也一樣是華視 他會一直在那邊玩 玩什麼呢 就在那邊跳上來跳下來 又躺下來跳下來 一直跳下來 在面前一直玩 在你面前一直玩 對啊 玩整整個人段他都在那邊 跳下來跳上 這樣子 不要再說 這就是華視 對啊 對啊 他們不會怎麼樣 對 其實不會 不會怎麼樣 有時候有這些好朋友 反而會好會順 對 真的 他們竟然都是恐怖不好的 化妝間 我今天才跟廖老師講說 我今天進化妝間的時候 有個汗 你叫廁所 不是 就是舒嬅 舒嬅 舒嬅間 很強的光從裡面出來 進去真的有 它在裡面 唉唷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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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的光從那裡面出來 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光 所以在這邊不會啦 不會 菩薩在 菩薩在 對啦 關心菩薩在 我可以當你司機 對 我不敢 對 郵車的都帶你來 我晚上也不要郵車 踩在那裡 很累 很累 你摸到他老婆的臉 沒有摸到他老公的臉 沒有 我覺得他一定是很憤怒 因為他整個下午幾乎都聽到他老婆在吵 你聽的是太太的聲音而已 對 就一直吵 然後男生就偶爾出現一兩聲一兩聲這樣子 就一直聽到老婆了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比較凶 所以我摸得到他 可是我感覺他故意要讓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可能去那邊住的人都不知道 他當時的憤怒 他為什麼才會這樣離開 那因為他好不容易碰到 其方可以聽得到可以感覺得到 所以他故意就是那個時候的狀況 就覺得我們心情很難要有一個出口 對 有一個人我們去向他抒發一下 他就讓你知道他那時候的情緒 所以我從此以後 我都很想把這些我看到的拍下來 拍下來拍下來 等一下再請教你 你摸到他的臉的時候 那臉是有溫度的嗎 沒 沒 是冰的嗎還是 對 可是有五官 然後是軟軟的 軟軟的 軟軟的 是軟軟的 然後是冰的 冰的 因為牆壁的溫度是一樣的 他沒有突然降溫也沒有突然升溫 就是摸摸摸摸摸 所以其實我沒嚇到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就是 這也是什麼啊 你以為是牆壁的 某一個 對 然後再軟軟的 鼻子真的耶 鼻子很軟 他沒有咬你 鼻子很挺喔 沒有摸到嘴巴 溫度沒變 摸到嘴巴 蛤 對耶 大白沙現在 我會在莫名的 別人